应菲律宾政府邀请 中国政府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4月5日从福州启程 专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福建省选派共12人 分别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专家及乔务干部 专业领域涵盖呼吸与微重症医学、重症医学科、中西医结合呼吸科、中医、院感、传染性疾病控制、微生物检验、护理等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卓慧常 1月27日,他随福建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 3月24日,卓慧常圆满完成任务平安防命 前期来在武汉有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间了 也有一定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有很多体会吧 当然最主要是我们国家已经第七版的指南也都讲得很全面了 那我想更多的去那边来是和他们交流交流 可能看看治疗上有没有一些困惑啊 包括防疫上、防控啊这一块 还有医务人员防护等等 此方出征菲律宾 与当地医疗卫生工作者共同携手抗议、共克时间 卓慧常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以前可能更当纯一点 在那个武汉的时候 更当纯一点就是那个治疗管理病人 那这边那现在的话是代表我们省 代表我们国家出去 那而且不同的国家 第一它的文化也不一样 语言也不通 所以呢各方面可能都是对自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记者了解到中非两国一一带水 是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友好邻邦 福建省也是多数旅非、华侨华人的故乡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